人到中年 不要随便挥霍这三样东西 为食膜人到中年会感觉到特别累 因为人到中年之后 体力越来越虚弱 如果休息不够 整一个人都会感觉体力很久都没恢复过来 又得出去工作 这样的体力都会感觉到 这样仿佛下去会让自己更加累了 人生不知不觉已过半 岁月不会停留 后半生想要得到好一些 那就要学会好好珍惜这三样东西 不要丢掉 不然老来会吃苦 一、健康中年以后 要重视自己的养生 保持身体健康 多锻炼身体 让身体硬朗 这样才能不麻烦别人 一个人的安全感主要来源于健康的身体 一个人身体好 就是一切的前提 而想要身体好 那就要多做运动 学会保持良好的心态 把负面情绪和烦恼释放 这样一个人心情好了 身体也随之变好 人到中年 不要乱生气 乱发脾气 面对一些事情不顺心的时候 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总是爱生气 生气对身体不好 保持身心愉悦 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 二、金钱金钱 对人们的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生存离开前 中年后活得最有底气的就是有点钱 人有点钱 有点存款 自然就不会委屈求全地活着 更不会为了求人而低头下气 人生一旦遇到一些急事的时候 自己身上有点存款都可以用来应急 而不是为了跟谁炫耀自己有钱 毛母在人性的枷锁中所说 人追求的不一定是财富 但必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 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 能够慷慨 能够爽朗 能够独立 人这一生 吃喝住行都需要钱 特别是当自己老了之后 想要靠子女去养你 还是不太靠谱 如果遇到不肖子女 他们还懒得搭理你 而有些懂事的子女 也因为自己的生活困难 而对你也有心无力 所以中年之后 你要学会存钱 存钱不是自私 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你需要用到钱的时候 就不用那么苦闷 也会让你的老年生活 过得更加安稳 二 房子中年以后 最靠谱的就是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窝 这个房子不需要太华丽 住得舒服就可以了 俗话说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窝 房子也是一个人生存的硬体条件之一 特别是人老了以后 自己有个住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依靠 不需要依靠孩子 自己也能住得心安 之前看见过有一个老人 有四个儿子 但是儿子们商量 好轮流养老人一个月 然而 当有一天 到月底的时候 老人在大儿子家 待到了最后一天 于是大儿子媳妇 就早早收拾好东西 让老人到二儿子家去 然后老人到了二儿子家敲门 没有人 于是就到三儿子家中 三儿子媳妇说 还没轮到自己 于是不愿意让老人进门 所以老人就拎住行李到小儿子家去 小儿媳妇也是一样的 理由把老人赶出了家门 老人无奈地回到大儿子家敲门 大儿子儿媳说 这个月到期了 不属于我养你了 就这样 四个儿子推来推去 没有一个人接纳自己的母亲 老人顶住寒风 主住拐杖 连口水都喝不到 最后老人 坐在了大儿子家门口的树底下 人就这样没了 人家常说 老有所依 那个这句话中的一 其实就是有房子靠着 房子就像是人的一座靠山 够稳 还能遮风挡雨 这就是依靠 中年以后 重要靠什么才能活好后半生呢 靠人不如靠己 还是要学会为自己做打算 存一点钱 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保护好自己的房子 就算是想要靠子女 也终有不靠谱的一天 还是靠自己 有一个家 有点积蓄 才能活得有底气 或是来临 多位因果一 重瓜的瓜 重痘的痘 一切都有因果回圈 一个人的恶报 往往是自己亲手创造的 怨不得别人 聪明的人 遇到任何事情 首先不是责备别人 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改变自己 比改变别人更容易一些 老字里写道 福息或所福 或息福所以 当你遇到了或是 应该冷静思考 并且积极寻找对立面 把或是看透了 然后积极改变自己 或是也会变成好事 关键是要用心去感悟 积极去面对 而不是逃避 恶有恶报 一个人在或是来临之前 往往会有以下几种征兆 不能麻痹大意 能够提前防备 那就更好了 二 喜欢与人争执 结下了仇家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你与人结下了梁子 不都是别人的错 两个人都有错 比方说 你在单位上 工作很积极 但是你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看到同事犯错了 非得指出来不可 非得要同事认错不可 的固执 本来是一番好意 但是你咄咄逼人的态度 导致对方很难受 从此 对方认为你是仇家 会寻找机会报复你 他找机会破坏你的工作 导致你的工作陷入混乱局面 因此你也惹祸了 老祖宗告诉我们的饶人处且饶人 不管你是不是有理 你都需要放过别人 你有理的情况下 也不要拼命去争 让别人赢 你才不会得罪人 和谐的生活 工作氛围 会让你做任何事情 都更加顺利 也许别人会为难你 但是你主动服软 可以以柔克纲 绕开别人的打压 不与人争执 这是低头的智慧 人生路上 没有了仇家 或是就减少了 三 常常显摆自己 引起了嫉妒 有一种情绪 叫羡慕得别人好 当身边的人 比你更优秀的时候 你就会想拉他下水 希望他过得比自己差一些 如果你比别人优秀 同样会有被人拉下水的可能 有大智慧的人 总是很谦卑 不管和谁在一起 都要把自己降一级 让别人比自己更加高级 发大财的人 总是很小心翼翼 不管自己赚了多少钱 都不会告诉别人 而是守住自己的财富 慢慢过好日子 有成绩的人 不会认为自己有成绩 而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把成绩看淡了 自己越有进步的空间 别人越佩服你 鬼谷子说 欲闻其声 方默 欲张 放脸 欲高 反下 欲取 放语 如果你想往高处走 你就要降低姿态 不管你多厉害 都不要显摆自己 引起了别人极度 就是枪打出头鸟的祸事 四 总是目中无人 放松了戒备 如果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人 都不如你 都无法伤害到你 这是过分自信的表现 说唐演义全传里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叫李元霸 他为上借大鹏金翅鸟鳞凡 力大无穷 所向无敌 但是他太狂妄了 不仅与人争斗 还与老天爷争斗 最后被雷公踢死了 墙中更有墙中手 你不尊重强者 你就会被强者碾压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你不尊重弱者 你就会触动弱者的利益 当弱者联合起来的时候 照样能够掀翻你 如果有一天 你从高处摔下来 其实是你自己太狂妄了 把自己抬到了太高的位置 放松了警惕 从此埋下了祸根 五 经常不讲诚信 贴上了标签 老一辈的人 常常这样教育我们 有戒有玄 再戒不难 做人要讲诚信 借钱的时候 要记得及时归玄 不要做老赖 同理 与人交往的时候 一定要讲诚信 如果你做了背信弃义的事情 你就会背上骂名 好处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一旦被曝光了 那么所有的人 都会朝住他 吐口水 如果他要与人合作 肯定不会成功 会被人疏离 人在社会上立足 需要人帮人 而不是一直单打独斗 如果有一天 你得不到任何的人帮助 你需要反思自己 是不是做了不诚信的事情 还被公之于众了 做人 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 想要翻身就好难 因此 在贴上标签之前 一定要警惕 防范于未然 别字以未识 六 遇到了坏朋友 不懂得拒绝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有些祸事 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被别人带过来的 比方说 你的朋友 喜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 你不仅没有阻止他 反而包容了他 一旦他被人抓住了 你肯定脱不了干系 也会背上骂名 自古以来 与人交往 要亲君子远小人 千万不要和小人 走得太近 更不要帮助他 如果你遇到了坏朋友 加入了恶毒的圈子 还不好意思拒绝 碍于面子 和他们一起吃吃喝喝 常常聚会 你也会变坏 有一个词语叫 一网打尽 你在坏的圈子 离婚 也会被人一网打尽 哪怕你没有参与 恶毒的事情 也会犯包庇同伙的错误 人在社会上混 应该分得清是非 任何情况下 坚持善良 守住道德底线 自然就远离了祸端 福祸 都是自己种下的种子 都是自己培育的果实 做人 别只顾眼前利益 要学会考虑长远 及时止损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